当年 营获古星上 黑暗星云突然爆发 危及我们所在的荒谷星界 先祖盘修 便带着荒诀神府前去镇压 却不幸陨落 所以 荒诀神府是荒谷人族的传长 那你们应该派人去找过吧 故而盘户 是盘修先祖的转世 曾带领天龙族人 一同去营获古星寻找神器 可惜遇到一场黑暗星云风暴 两族死伤无数 原来这就是你们和天龙族 结仇的原因 叶公子此次去古星 能否带户儿一起 说不定 荒诀神府 能回应他转世的主人 我已经失败过了 我也不是谁的转世 忽儿 明早我会求组长 给你们一份 进入迎魂秘境的录影 你们可以自行去找神府 这孩子 还是这么绝 当初要是我好好教导护儿 说不定 能再现荒谷人族 英雄辈出的时代 英雄太多 可不是件好事 古往今来 乱世里英雄最多 我还是更喜欢 能吃到美食 能陪在喜欢之人身边的 太平日子 比起培养所谓的英雄 守护身边人的和平 更有意义 盘护 你之前明明说 不参加营货古星试炼 怎么又反悔了 居然出尔反尔 你就不能爱惜一点脸面吗 是你 又见面了 盘若姑娘 你的眼力不止没提升 还带了个更没礼貌的 哪里来的外族人 你 你撞我干嘛 我是好心在救你 不得喧哗 我知道 你们是为路影而来 灵火古星上 确实机缘颇多 但近百年来 它周围的黑暗星云 扩散加剧 太过危险 这次 只允许四个人牵马 忽儿 你觉得 该让谁去 我 看来 这族长是想让盘护参与名额争夺呀 族长 就让叶鱼血炎 和两位同族前去吧 那怎么行 族长 我 我觉得不妥 黄绝神府就落在古星上 绝不能给外人夺取神器的机会 这两个不知道哪来的散修 也没资格获得路影 我以黄古人族少主的身份 将路影赠送给叶鱼和血炎 你胆敢违背 你 好 有身为少主的霸气 但盘护少主 我们也不能用权势压人嘛 不如公平点 来一场挑战 挑战 既然只有四枚路影 那就擂台对决 谁赢了 谁就拿走一枚路影 也不实力强劲 这下彻底没戏落 如何 也好 叶前辈 我相信你 我也相信你 你一定能替我和血炎姐 赢回路影的 不 我 跟这 谁站在擂台上 就是谁出战 这是规矩 不能变 忽儿 你站在擂台上 便是擂主 你必须赢下两人 才能为叶鱼和血炎 获得露银 组长阴名 少爷 盘护自从上次历练失败后 便属于修行 只要印度不出手 他一定赢不了 盘护是我唐力 损不到你们来教训 我来领教你的高章 盘蓉小姐 加油 我看好你 拿出之前当今骂盘护的气势 你一定能赢 别光站着看吧 你这是谁啊 他怎么替小姐呐喊诸位 难不成 只看上我们家小姐了 这个家伙 到底想干什么 你现在开始 用他的战战路了吧 你现在是草原 但他只想看你出丑的好戏 他有自己的考虑 盘蓉小姐战斗的英姿 宛如身份不可动摇 我的少男之心 已经被你彻底俘获了 怕 盘护 你不过是沉浸在过去 以为那别人好 就能近期 对那个人都不快凶了 古霄早就死了 醒醒吧 古霄 杀了 杀了他们 可恶 盘护 古霄 古霄 别过来 黑暗星云 已经彻底侵蚀我们了 回救了 别个痛快吧 一定还有办法 我要控制不住了 本护 你要我亲手杀死你的族人吗 动手 我和叶宇不是朋友 过去也不会是我的之骨 黄炫 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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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炫 小姐 辛苦了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在故意影响我 还利用我激发盘护的潜力 无耻 各取所需嘛 你和高手过招 灵气也增加不少吧 我 我不到圣王镜了 女人就是女人 太弱 盘护 让我来结束这场闹剧吧 盘护 就让我来结束这场闹剧 那就废话扫刷 好快 这就扛不住了 认输吧 别给我打得太难看 狂狐 你刚才打败我的气势呢 站起来 好像还利用我激发她的权力 你现在一点也不关心局势吗 你才值得我关心 盘柔小姐 你说了比赛 但赢了我一颗少男心啊 你 你还是担心一下吧 韩秋用的绝世双斧 这是专门魔王冠绝神斧打造的圣区 威力非凡 我看 你是拿不到第二枚路的 好 打得还行 平时做小蜘蛛 现在想赢了 我才是荒谷人族的希望 祝名武漫天 我会把你抵护 你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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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约合 这是军师壮腹的特效 说是贼腐发起知名利己 想军师天尊 也难以抵抗 反护 你不光实力不如我 就连武器都那么差 好强的攻势 还能继续吗 想想盘求的弱点 自重 盘儒小姐 儒儿 别急 韩护还没被逼到绝境 可他要是输了 谁帮你赢路瘾 别妄想了 韩护 倒在别人脚下的滋味不好受吧 我来终结你的屈辱 你 没请绝世 盘修转世 永远活在别人名字之下 这就是你想要的人生了 我希望我是第二个半神盘修 可我根本就不够强 就连武器也输给了别人 我 我不可能是盘修转世 你那位朋友 会在意你是谁的转世 还是你认为 只靠斧头就能成为半神 你要继承的是意志 还是身份 半神的意志 不 不快走 天尊环 他突破到天尊镜了 天尊又如何 你就没有武器了 我 我 我还要绝世夺服 绝世斩 我 不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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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强的我爷 你 你 不用险 你得到我的少南心 自然不能让你受伤 少爷 唤秋少爷 你没事吧 赢家 是我 这府市竟有神器的气息 或许就是那柄荒诀神符 对他的回应了 看来 还不能完全控制这股力量 你这是邪法 我要替荒谷人族清理猛虎 放开 他 不是你能碰的 此人身法极为缥缈 果然实力非凡 族长 一定是这个叶宇暗迪动了什么手脚 要不然少爷怎么会输 那长老要不要亲自上场 看我是如何动的手脚 够了 胜负已定 带盘球下去吧 你小子今天表现还凑合 要不是叶前辈 我可能也赢不了 谢谢你 能赢就是有实力 现在你可以名正言顺拿到鹿银了 忽儿 你一直有资格 也有责任重振荒谷人族 拿回荒诀神符 我明白了 这次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多谢 现在 还剩下一个鹿银 盘狐少主 准备给谁呢 盘如表姐 这没鹿银 便交给你了 我 说的就是说了 我不需要 这荒谷人族里除了盘如小姐 可没人配拿这份录影了 表姐 我们这次 可以一起前往迎获古兴 成就荒谷人族 行吧 本大小姐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多谢盘护少主 叶宇 叶公子 叶公子 生了 叶公子 宣言姑娘 生 生了 生了 好厉害的空间法则 叶宇和那个姑娘那么年轻 就有了孩子 还是不利于修行历练吧 这 叶宇 叶宇 你今天怎么这么激动啊 原来你也很期待这个小家伙的出生吧 我期待的可不是他 你这小 你这小东西 存心来扣我的是吧 叶宇 你看 他在对你笑呢 给我过来 门宾 雪颜姐 还挺会制造氛围 看在你这么识趣的份上 那就赐你个名字 就叫 叶小帅吗 只要报小爷的姓 就能在泉宇宙横着走了 你居然还嫌弃 你这是在变着法的夸自己啊 叶小帅 我们明天带你去迎货古星玩耍 今日多亏了叶公子 孤儿终于找回了几分过去的风采 话虽如此 只是 这位叶公子实力太过强大 倘若他真要霸占荒诀神府 恐怕连我也无法阻拦 什么 居然连族长您都 这个叶公子应该达到开天境 而且是开辟了承载万物生灵星球的星主 至于那个血颜姑娘 更是神秘莫测 族长 这二人行事随心所欲 却都是重情义之人 可以信任 只是 去迎货古星的势力众多 偶尔此行 想必困难重重啊 金龙大人 这次迎货古星历练你也要去 父亲 金龙大人没有内灯 实在太危险了吧 天龙族人必须学会在残酷中战斗 这是他的宿命 不要妇人之人 知云姐姐放心吧 我这段时间在空人山可变强了不少呢 此次前往迎货古星历练 事关我天龙族龙女 王各位 凯旋归来 请受荒谷借主之命 为尔登开启 通往营获古星的路营 请诸位凝神静气 形象一处 叶宇 还有雪姐姐 那不是天龙族主卖传人吗 你跟他很熟 小爷对美女都熟 你这俩大恩人 果然投靠了荒谷人族 瞧 他们带着新竹抢食来了 是他们 昏头了你 对竞争对手还那么热情 你才昏头了呢 我的内灯还在叶宇手里呢 我得想办法找他要回来 他们不会是在说我们什么坏话吧 可恶 为什么这么近却什么也听不见 这是空间法则中的折叠秘法 他们看似就在我们附近 实际却相隔千里了 欢迎各位 来到萤火狐心 这就是黄谷行界的借助 不过这龙头头有的气势 似乎没有小九强啊 这两人 竟然不去借助都一样 黄谷人族的少主 我还以为你会一蹶不振 没想到 你这次居然还带来了两个厉害的帮手 多 多谢剑主赏赐的露银 能拿到我的露银 说明你们都是荒谷界的翘主 但 当天半神盘修在这里 射下了压制黑暗星灵的剑制 所有进入狐心的修饰 都会被压制到天尊敬底下 祝愿各位此行都能有所收获 门开了 寒虎那小子 应该被传送到了其他地方 整个萤火古星并不淡 我们往前走走 应该很快就能和他会合 这古星明明是无主星强 你们荒谷界主 为什么会有到这里的露银 我们界主 寿命维持着这里的禁制 露银 正是它从禁制中烈化而成 所以 我们还可以用露银 来净化黑暗星云 荒谷玉的邪气 是黑暗星云的力量 连瞬移密法也被限制了 难道现在就要用到一枚露银 来净化这里吗 也太不值了吧 一枚露银 怎么够净化这里 石像呢 就把你们手里的露银 全都交给我 你们三个 赶紧把录影全都交给我们少主 哟 没想到荒凉之地 还能有你这样的美人 见美人 却用跟鸡毛做见面力 不上台面 燕小山 干得漂亮 不死天龙 怎么会被神族抚养 本不死天皇族少主战无忌 允许你们说出自己的来历 连我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你这个少主怕是假的 大胆 少主岂容你诋毁 你们能抚养不死天龙 难道不知 古之云小姐 以后要嫁给我们少主吗 事入罪吧 原来这位公子 是靠着未婚妻的家事 才能这么自信 你 无妨 每人看我一年早婚吃醋吧 我喜欢有个性的女人 你们 你的路 就先留着自保吧 两个低线人族 还不快交出路影 别浪费本少主的时间 不知好歹的女人 居然像本少主动手 发现美女比你强 伤害到你脆弱的自尊了 看来你只会嘴右呢 不知好歹 小莫妍把他们困死在这儿 是 是 破灰 好强 什么破天皇 姑奶奶今天就拔光你这只鸡的毛 敢少主今天 就破例打一次女人 们 女人 有弱 尼 previously 是 别急 我这就送你去逼他们 跟我动手 你还不配 生活天皇 这姑娘力气还精大 无自量力的担索 我堂逢天皇族 其中有凶凶 大小姐 你嘴上功夫不弱 其他的还得练呢 有你管 还有空打琴马俏 你们挡得住大盗异象 可挡不住这个 天赐朝夕 被伤恢复了 让你们看看天皇族的真正实力 天皇吃鱼 要不是迎后虎星有晶级牙齿 你们早就被捏死了 雷儿 你现在是我的了 这个笑话有些意思 上主看得起你 别不吃好胆 动 动不了了 猎星锤 只用一招就打败了所有人 好可怕的实力 这是我的鹿鱼 千辈 饶命 其实 我根本用不着鹿鱼 待你这么识相 我就勉强收下吧 空间之道 你的空间之道 竟然能突破这里的禁止 你把他传送到哪儿去了 去他该去的地方 不知道云儿他们 在萤火古星如何了 战狗技 怎么走了这么久 一个人影也没看到 难道叶宇和表姐他们 被传送到古星的某个秘境里去了 金龙大人 金龙大人你在哪儿啊 金龙大人 一条普通金龙丢就丢了 当下最要紧 是找到荒诀神府 你不愿意找 就自行李顿 若有意外 我该不负责 五小姐 荒谷人族本有叶宇这个强者 帮忙寻找神府 我们若继续耽误下去 怕会引起族长的不满呀 天龙族的人 这样吧 长老和古泰 去东南方向寻找神器 我带人去西北找金龙 每隔一个时辰 用鹿银感应位置 互通信息 是 当初的小女孩 已经长成了首领的模样 如果古霄还在的话 谁 知 古霄姐 盘护 是你 原来是你这个灾星啊 上次在这儿害死古霄 这次又想害死谁啊 住口 盘少主 不会是专门在这儿 偷听我们议事吧 我只是在寻找同伴 恰好路过这里 无意打扰 告辞 怎么不走啊 想赖上我 这事 黑暗虚云风暴 不好 大家快走